現在看到了 如果它的湯頭都是用雞粉 或是雞湯塊去做的話 很多民眾就覺得這麼便宜 我為什麼不在家自己做 還要去你店裡吃幹嘛呢 還不值湯頭的問題 像是頂王菜單上主打的招牌 穿丸子也被發現 就是食品廠大量製作 進貨的現成貨 跟這個所謂的手工現做 沒什麼關係 當然這個進化價跟Menu相比 一份利潤高達一倍多 而旗下吳老郭更誇張 號稱那個所謂失傳 百年的獨門冰淇淋豆腐 一點也不獨門 一點也不百年 一點也不失傳 因為它就是跟廠商統一進貨的 進價一粒11塊 但是店裡30塊才吃得到 很多民眾被它華麗的文字 所迷惑 上門消費 但是沒想到我們吃下的 其實就是來自食品工廠的便宜貨 服務生將一顆顆造型 小巧可愛的冰淇淋豆腐 慢慢下鍋 這是頂王集團旗下吳老郭 主打的特色招牌配料 看似雙麒麟口感綿密 標榜在日本已經失傳 是吳老郭的獨門口味 但大聲喊出獨門口號的同時 卻被發現這獨門豆腐 也是向廠商統一進貨的 證據就在這張小火單據上 丁淇淋豆腐一口氣就進了 15480粒 總共17280塊 換算下來一粒11塊錢 但店內的美女價小小一粒 要價30元才吃得到 吳老郭利潤約三倍 主打日本失傳口味 沒想到竟然是買現成的 我們每次有貴賓帶朋友來的時候 都一定會介紹貴賓一定要點 我們的招牌穿丸子 因為這個東西呢 裡面還有豬肉跟干貝製成 吃起來的話不只是單單的豬肉的味道 它還有干貝的鮮甜味 除了吳老郭招牌的冰淇淋豆腐 根本一點也不獨門外 頂王主打的招牌穿丸子 一顆一顆還看得到綠色蔥花 小巧size一口一個 標榜每一口都吃得到真材實料 但最新拼湊出的銷貨單中 穿丸子一公斤234元 頂王招牌菜 同樣是跟工廠叫貨買現成 跟美女價相比 進貨價234元 可以買到約42顆穿丸子 但頂王一份差不多只有30顆 就要價228元 利潤也有一倍多 消費者衝著鼎王集團標榜的 獨家口味上門消費 沒想到吃下肚的 全是工廠打量製作的現成貨 跟其他火鍋料幾乎沒兩樣 如此食材就號稱招牌菜色 看來民眾吃下的 恐怕全是華麗行銷包裝下的假象 記者網家清張醒高雄報導